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這裡有一個影片 人物去背 你看到這個場景 就在一般教室拍 我可以把人取出來 這個在一般軟體是做不到喔 簡印特別強 來 把簡印開起來 裝完就在桌面上 這免費的專業版 接下來點 開始創作 那把素材叫進來 我先叫一張圖進來 需要背景嘛 等一下做一個好玩的 來 我就選一張圖 隨便 圖進來 它是一個圖片 拉到時間軸才算數喔 那再導入一個 我們剛剛的智慧教室這個 人物去背 我把這個人物去背喔 拉下來 拉下來之後呢 圖片時間太短了 右邊這邊可以點減就縮小 點在圖片 我可以延伸圖片 讓它一樣長 好 接下來點到這個影片 在右邊這邊 功能在哪裡呢 在這裡可以做什麼事情 畫面的地方這邊有個抠像 抠像什麼意思 把人物抠出來 你看見嗎 那這邊要點智能抠像 你看喔 它就在做了 它在偵測人的班 我的背景很複雜很花耶 沒關係 目前40%幾 它要幫我做處理 智能抠像 我點畫面的地方這邊有個抠像 看一下喔 我快處理完了 來 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那我這邊可以調大小喔 那我拉到旁邊去 如果要小一點 假設說我今天在教室幫小朋友拍一個什麼 介紹 校園介紹的主播 人大一點好了啦 這樣等一下看起來視覺效果比較好 來 我們來播看看吧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沖閑老師 那今天呢 我很高興要來跟大家介紹 介紹 再動一下 介紹什麼呢 再介紹這個檢驗 它可以針對人物做區別的工作 你看到這畫質真的很棒 喔 來 接下來要做導出了 那後面可以是一張圖 也可以是簡報 老師 如果後面是簡報呢 PowerPoint 可以啊 PowerPoint可以轉成影片 最後要點哪一個 導出 導出的話就勾選視頻導出 打勾喔 他問你放哪裡 1080p 那我點資料夾 譬如說我放在哪裡 我影片的地方 放在這個地方 那名稱呢 來選資料夾 那名稱預設在這裡 給他一個名稱 嗯 人像具備 人像去除背景 放在我的影片 然後再來點導出 然後就開始處理 跟各位報告 這是我看過最神奇的 下次你在拍片子的時候 就不需要去準備綠幕什麼的 那些都不需要 欸 做完了耶 做完了 來 不過我剛剛好像沒有記住他放哪裡 來 點這裡看一下 我放在哪裡 影片的地方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做完的結果 在我影片的地方 有一個 這裡 人像去除背景 老師來看一下神奇的結果 哈囉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忠賢老師 那今天呢 我很高興 我們來看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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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